各位同学,当你有时画到的时候 例如我想画一条线 在这里 例如我想画一条线在这一点至这一点 我想 perpendicular to 它 或者有些线我想去到那一角 但是为什么? 有时有些同学,那里有一点,有时就没有 现在我拉Enter就有了 会上去到这个Enpoint 原因就是下方有项目还没开 这个图片,大家看看下方 这个叫Orbject Slap 有可能不是字,但可能是一个按键 如果按键的话,你便要将A鍋放在上面 大家一會看看有沒有一個 叫做Object Lab這個功能 如果有的話就要按右鍵 按右鍵 就會彈一個表出來 這個表呢 End Point, Mid Point, Center 這些其實必要都要開的 其實經常都要開 其實我們最好 如果平時沒有什麼特別事 最好都是開光 開光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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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光了它沒有壞的 是不是 類似這些 都要開光了它 唯一有某部分的東西沒有開 例如我覺得Tangent沒有開 Nearest沒有開 是不是 Apparel Intersection要開 Apparel可以不開 好了 開了這一堆鍵 其實大部分都開 開了 你開了這一堆鍵 其實有好處就是 你畫東西的時候 例如我畫一條線 這樣 我想一條線在中心點開始畫的 它可以幫我找到中心點 看到嗎 一條線在End Point畫的 它可以幫我找到End Point 知道嗎 那個End Point 如果你不開它就沒有了 它就不會幫你找這個東西 如果你有一個圓形 我這個圖沒有圓形 例如 如果你有圓形找到 上下左右四點的 你開了之後 也會有一個 零形的線 零形的綠色的 icon 彈出來 看到嗎 也都可以幫你找到 對不對 這個叫做Object Select 這個功能 最好開著它 這樣